大家好,这是彼得 在今天这视频里呢 会教会大家使用三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iPad App 看完这视频 你会学会如何制作一张 只属于你的 5152的壁纸 你也会学会 怎么样使用你的iPad前置摄像头 就可以拍出像相机一样 有这个景深感的视频 并且可以让你在一分钟之内 就找到你所在程序的 所有正在或者即将发生的展览 那你要问为什么今天是三个App 因为这样就可以对应点赞 投币收藏 好,我们赶快开始吧 今天第一个App叫做Atlas Wallpaper 也就是叫地图壁纸 简单的说就是可以把全世界 任何一个角落的地图 变成一张你可以设置为平保的壁纸 打开之后呢 你会先看到一个随机设定的 城市的地图 然后你可以在搜索框里面 选择你所在的城市 或者是你小区的居委会 你可以放大放大再放大 当然你也可以把地址设置成 你想考研的学校 这样看一年 明年入学的时候 别的同学 别的大包小包行李箱 还在找校门 你已经在寝室里面吹空调喝可乐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初始的 这个黑色不好看 有非常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 就是多到我已经觉得有点 没有必要的多了 并且你也可以自定义这些颜色 那我最喜欢的颜色 就是这个初始的黑色 然后这个Kelly Style 还有这个Unsplash Palm 那可以导出各种各样的尺寸 包括你的iPad 电脑和手表 第二个APP呢 叫做Focus Live 大家对于人像照片 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是人像视频这个功能 还没有来到iPad或者iPhone上 也不知道下个礼拜的发布会不会有啊 那所有可以用到Face ID解锁的 或者是有双摄像头的苹果设备 都可以用这个软件 来拍摄人像视频 那APP的开发者在想 既然Face ID可以用红外感知面部的深度信息 返回面部的一个模型 那为什么不能用它来做视频的虚化呢 打开APP你就可以看到人像视频的功能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左边的小圈圈里面 会显示这个深度信息 就是越白的信息是在越前面的 拍摄结束之后 你就可以在视频编辑中 去选择视频背景虚化的程度和效果 你也可以改变你对焦点的所在的位置 比如说可以很前也可以很后 最后你可以拖入别的素材 直接在这个APP中进行你的视频编辑 当然你也可以导出之后 用别的软件进行编辑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你在某书某博或者某圈 看到有同学或者是朋友 去看了某一个展览 人家拍出来照片 就是腿又长脸又白的 然后说哇我也要去 然后你就开始看手机 看这个展览什么时候 然后你看哇 3月4号开幕 5月5号结束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 那用这个APP呢 你就可以定位到你所在的城市 看到几乎所有美术馆的展出计划 我一般会看一看即将结束的展览 因为这样这个展就不会太火热 不会出现那种什么 排两个三小时对才能进展的这种情况 点击展览就可以看到入场时间 具体的地址 收费的情况 甚至一些简介 最下方还会有一些网友的点评 那帮助你去决策 要不要去看 或者值不值得花这个钱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不惧怕排队的人 你也可以选择那个即将开始 去看一下哪些展马上就要来了 成为那个某博某圈某书的第一个去看的量载 然后让别人在评论区里问 哥 请问这个展示在哪里啊 你还可以添加看展计划 并且加入到日历中 这样你是真的就不会忘记了 接着这视频就要进入尾声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投币收藏 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的APP 想跟我分享 也欢迎你跟我私信 或者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APP你都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这是彼得 拜拜 拜拜